心灵回收站 爱的港湾 人堆里绝对是那个最靓的仔 他做设计 人如工作 细心周到 我做文蜜和徐涛是同事 不过我长相普通 个子不高 还有点胖 上学时经常被人嘲笑 是坐地胖 最开始被徐涛追时 我一脸蒙 完全出乎意料 他这是看上我哪儿了 可他说 人要看内在 我跟那些土质抹粉的女人不一样 出于泥而不染 一番狂轰乱炸后 我沦陷了 我是独生女 徐涛单亲 家境不好 我爸妈开始很反对 可嫁不住我认死理 徐涛也会来事 从不空手上门 家务活抢着做 例证他对我的真心 无奈 我爸妈只能妥协 结婚时给了我们一套家里的拆迁房 也算省去了徐涛买房的压力 婚后 徐涛更是大展身手 知道我爱吃水果 一年四季桌上水果不重样 立假时他会给我煮浆糖水 甚至还会帮我剪脚指甲 我爸妈高血压 说他们影响 我吃不了咸 但是徐涛口味重 为了我炒菜 少盐 就着咸菜吃 却说这样搭配香 更难得的是 徐涛总加班 但不管回来多晚 只要我没睡 他都会不厌其烦地陪我聊天 说再忙 都不能忽略了老婆 我爸妈背地里老夸徐涛 老公这么懂事 普普攻不可没 嫁到这样的家庭 我知足啊 要是徐涛欺负我 就告诉他 他替我出气 说得我心里舒服呀 乐得嘴能咧到后脑勺去 老公爱 婆婆疼 又没啥经济压力 我娘家有五套拆迁房 我爸妈住一套 我和徐涛住一套 对外租三套 这样甜的都能挤出密的生活 我有啥不知足 做梦恨不得都能乐出声 或许幸福被老天嫉妒 半年前 我爸出门 不小心被车撞倒 脑部受伤 在医院停了十多天后 不幸去世 这期间 徐涛跑前跑后 每次大夫检查完 他都第一个冲上去问怎么样 惹得大夫护士好几次问你 是他儿子吧 徐涛仗红着脸 脑脑脑袋说 是女婿 半个儿 我爸走后 我妈哭得昏天暗地 几次晕厥过去 也住了院 家里发生变故 我不得已请了长假 而徐涛每天下班 马上就往医院跑 那段时间 他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还好有他 服务双至 祸不单行 我妈住院期间 被查出患了乳腺癌 又马不停蹄地 做了左乳切除术 接下来 就是漫长地放疗化疗 从小没经历过大风浪的我 一下子傻了眼 如果不是徐涛忙前忙后 我真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 为了方便照顾 本想把我妈接过来一块儿住 可她一口回绝 死活不挪窝 说要守着那个家 怕我爸回来找不到她 每次我妈这样说 我的心就被揪得生疼 家里 医院 单位 三头跑 两个多月下来 我和徐涛都被折腾得不轻 她的体重调得比我还要多 比起亲儿子 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吧 而我被公司通知 再不上班就要被辞退 虽说工资不高 但也做了好几年 我舍不得放弃 徐涛提议让婆婆来照顾我妈 我去上班换下心情 提议不错 可婆婆照顾我妈 总感觉不妥 这有啥 反正我妈一个人也没啥事 她俩还能说个话 也能宽宽心不是 徐涛质地有声 只要她们没意见 我还能说啥 再好不过了 婆婆一来 买菜做饭 家务活全薄 我妈过意不去 她却笑意盈盈 老姐姐 你就踏实养身体 别把我当外人 家里这点事 我能行 不算啥 我经常看到婆婆和我妈 胯着胳膊 在小区里溜弯 时不时还乐了一下 在婆婆的照顾下 我妈身体指标 也慢慢趋于正常 我悬着的一颗心 总算落了地 这一天 我妈突然说 想给徐涛换辆车 她那辆飞度实在小了些 虽然没开几年 可家里有俩老人 以后再有个娃 确实需要个更大的 空气徐涛和婆婆 带我家人如己珠 作为奖励 换辆车也合情合理 徐涛听了有些惊讶 但也难掩兴奋 这合适吗 有啥不合适 我妈把你当亲儿子带 连我都比不了 我从徐涛撇了撇嘴 徐涛一把搂过我 你吃醋 接着伸出四根手指 发誓 这辈子会带我们娘俩好 她认真的样子 简直帅爆了 几天后 徐涛带我提了一辆 最新款的宝马武器 还调侃说 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 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 我俩乐得前仰后合 许提爱车 婆婆说 徐涛有造化 千万要孝敬我妈 对我好 一家人要的 就是齐心协力 看到我们和和美美过日子 她就是死也瞑目了 说她有造化 我又何尝不是 婚姻幸福 家庭和睦 全战 有了新车 我也有点小躁动 临时起义 决定把好几年 都没考过的驾照考下来 徐涛给我来个摸头沙 不错嘛 一辆好车 把你的斗志激发了出来 难道怕我独吞不成 虽然过程曲折 但本本总算到手 那天我心血来潮 想试试新车 结果悲剧了 一个紧张 错把油门当刹车 撞到马路牙子 前挡严重变形 吓出一身老汗 我缓过神来 我给徐涛去了电话 因为忙 他来不了 就帮我联系了救援车 路上无聊 随手拿行车记录一翻看 没成想 这一番 却把我完美的婚姻 搅黄了 里面都是些日常 不过一条通话 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他和婆婆 徐涛说 我本以为 还要和白龄号上半辈子 没想到他爸会出车祸 他妈又会得癌 指不定哪天就复发 到时候几千万的房产 不就到手了 涛涛 咱这样做不违法吧 咋违法了 咱又没杀人 没放火 对白龄家人 够可以了吧 作为补偿 分他的房产不过分 其实你俩只要好好过 啥房产不房产的 行了妈 你儿子长这么精神 你再看白龄 他也配 长内熊样 光是看起眼就倒胃口 只要房产到手 我就跟他吹 妈 你配合我就行 等着享福吧 我惊恐万分 这还是那个把我捧在手心 虚寒问暖的老公吗 倒倒炸雷 在我心里滚 眼睛像开了闸头红水 止不住往外翻 难怪他放着公司里 那些年轻漂亮的 阴阴艳艳不要 专门来拱我这颗大白菜 还说什么内在美 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看上我那几套房了 的确单凭他一个小小的设计员 想要在北京买房扎根 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万万没想到 他不惜出卖自己的感情 拿婚姻当跳板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家 徐涛做好了晚饭等我 酱猪蹄和醋溜土豆丝 都是我爱吃的 今天一点胃口都没有 看我进门 徐涛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老婆 今天回来早 做了你爱吃的菜 给你压压筋 车子坏了不要紧 人没事就好 我抬眼看了下他 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紧得厉害 我无论如何都没办法 把眼前这个吃冷暖的男人 和行车记录仪里的那个人 联系在一起 可证据确凿 容不得我怀疑 看我正着没说话 徐涛忙上前摸我的额头 急切地问 怎么了 不舒服 他这样关切 让我慌了神 真真假假 我一时 竟分辨不出了 我下意识 推开他的手 没事 有点累 你吃吧 我去躺会儿 不行 咱就去瞧瞧 别忍着 徐涛在背后 盲补了这么一句 不争气的眼泪 再一次流出来 如果 如果没有行车记录 一概多好 如果一直被蒙在鼓里 该多好 徐涛啊 徐涛 以前我对你有多依赖 现在就有多失望 既然不爱 你又怎么做到忍气吞声 卑躬屈膝 你的心 到底有多大 但徐涛洗完澡 爬上床 看我没睡 他从背后一把搂住我 结实温暖的胸膛 让人更加心神不宁 我一个鲤鱼打挺 弹坐起来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徐涛缓缓坐起身 徐涛 你爱我吗 我咬着嘴唇 绷出这几个字 这不废话吗 不爱 能娶你吗 那跟我家的房产比起来 你更爱哪一个 我嗡声嗡气的问 说什么呢你 徐涛显得有些紧张 他闪躲的眼神 紧张不安的语气 让我的心彻底坠入了谷底 你还想继续耗下去吗 我都知道了 我带着哭腔 终究还是把话问了出来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我起身 从包里拿出行车记录仪 扔到他跟前 别再演了行吗 这么装你到底累不累 看到证据 徐涛马上就蔫了 他赶忙拉起我的手 语无伦次地解释 老婆 你听我说 根本没有的事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那是哪个样 使劲挣脱他的手 我冷冷地反问 他抓着头发 半天打不上来 突然扑通一下 给我跪下了 啪啪抽自己大嘴巴 说他满嘴跑火车 那个晚上格外地冷 我冷得心尖都在颤 我多希望 这只是一场梦 可他的反应 让我不得不回到现实 愤怒 绝望 无助 像一座大山轰然倒塌 彻底压垮了我 如果我爸没出意外 我妈没得绝症 为了几套房 难道他还真打算 在一场无碍的婚姻里 耗上半辈子 感情在他眼里 到底算个啥 他的如意算盘 怕是要落空了 当初我爸妈 极力反对我们俩 就是怕徐涛心怀不轨 他长相帅气 追求者无数 而我相貌一般 资质平平 他到底图我啥 房仁之心不可无 婚前 我爸妈已经把房产 做了赠予 明确表示 房子将来 归我一人所有 可怜天下父母心 想不到 还真派上了用场 眼前的徐涛 像一只丧家犬 我心生厌倦 直犯恶心 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 当即我就下了逐客令 令他三天之内搬走 不然就法庭见 甩开他的手 我头也不回地 搬到了我妈那儿 得知真相后 婆婆一直陪笑道歉 给我妈做工作 说什么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徐涛就是一时嘴欠 根本不是他说的那个样 欲盖弥彰 越抹越黑 见我心快一冷 婆婆也不好 厚着脸皮住下去 会溜溜回了老家 我妈恍然大悟 说给徐涛换车 是婆婆提出的 她说徐涛 一直想换辆大点的车 一家人出行也方便 我妈不假思索地说 孩子挣钱不容易 留着过小日子花吧 车的钱她出了 想来换车 或许就是她娘俩 开始实施 瓜分计划的第一步吧 但车前是我妈出的 有转账记录 凭据为证 距离力争 她也得不到呀 真相大白 徐涛自知美理 果然搬走了 只是一直拖着不离婚 还跟我玩消失 不想再和她共事 休了几天之后 我到公司办了离职 并未看到徐涛的影子 同事说她有几天回来了 还以为我们小两口度假去了呢 鬼才知道她去哪了 后来几天 不管走到哪 总感觉有人跟踪我 一次在公园六弯 走到人少的地儿 突然不知道打哪 冒出来一陌生男人 挡在我面前 一把扯开自己裤子拉链 露出生殖器对我晃悠 吓得我脚发软 差点摔倒 亮亮呛叫回了家 还有两次早上开门 我们家门口居然有一大炮事 种种巧合碰到一起 就变成了预谋 越想越害怕 无奈我报了警 警察调取监控 发现门口中大便的是个男人 虽然戴着帽子 但看那身影 我一下子就慌了 没错 是徐涛 没想到他居然这样龌龊 蹲点几天后 警察在我们家 把徐涛打了个正着 经审讯 他对跟踪 种大便 故人猥亵我的事实 供认不讳 就因为我决心要离婚 我被耍得团团转 还没告他呢 他倒心下手为强 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说 为自己的青春讨公道 要我离婚可以 但要赔偿他 我对徐涛仅存的一丝好感 在那一刻彻底破灭了 徐涛最终 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还因教唆他人猥亵 以及寻衅挑事罪 被刑拘 被警察带走时 他终于不再装了 对我破口大骂 言语要多恶毒 有多恶毒 要多恶心 有多恶心 我经常在想 如果徐涛真心爱我 管他房产不房产 我的就是他的 和和睦睦 白头到老 该多好 可从一开始 他就在算计 到头来 除了浪费几年大好青春 背负骂名 啥都得不到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聪明反背聪明物吧 离婚半年后 受不了我妈的催婚 我又加入了相亲的队伍 见面新亮底牌 我离异 母亲患病 房产权归我一人 不能接受着勿扰 其实是受过伤 不想那么快 再涉足婚姻罢了 眼下我只想陪着我妈 她是过好她的后半生 至于以后 会不会遇到 那个真心待我的她 我不得而知 随缘吧 天注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